最近晋升辣妈的何杰收获前男友世小龙的祝福 那慰问琪对此事的看法时 何杰大笑缓和气氛拒绝回应 起身离开时何杰有些抱怨的说道 不过去这么久的事了 还拿来说太无聊了 今年八月樱桃和钱 拨角李金宇恋情被曝光 最近有记者目击 李金宇带着樱桃与父母吃晚饭 期间双方气氛融洽相当开心 此番两位大龄男女发展迅速 好理恋又忘记刘翔可天后慰问 匹连音再添一段佳话 这两天网络上流传出一个 男人看了会沉默 女人看了会流泪的奇葩广告 广告的名字叫 你的奶没有那么淡 总时长两分半 一开篇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 出场的学生都带上了迷环 这不是不良少年开会 而是片中把奶牛拟人化了 大概内容是 大家都在努力地进入斗牛场动物园 有的差事就进了食品公司 最后油脂的主角去了广告山这家公司 不用来做咖啡牛奶 这种逆向思维的广告 简直是赞的赞 不过由于过度的泥化 所长还真有点不敢想 万一以后再喝到这种咖啡牛奶的饮料 会不会脑洞打开 想歪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薄くなんかない あなたは特別なものを持っているんだから